我們在主要報告的是義大利的文藝復興 然後我是115金37號王思運 然後我負責的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歷史背景的部分 然後我要先說石軍東征他被文藝復興所造成的影響 石軍東征他是一系列在羅馬教宗准許下來進行的宗教性軍事活動 然後當時賽爾祝托有其人侵占巴勒斯坦 所以這等於就是原本屬於羅馬天主教聖地的耶路撒路 落入伊斯蘭教的手中 所以羅馬天主教為了收復聖地 他總共進行了9次的東征行動 發動對亞洲西策的侵略性戰爭 然後他雖然以捍衛宗教和解放聖地的口號 但事實上他是以政治、宗教、社會與經濟的目的為主 例如第4次的石之軍東征 其實他是針對信仰東正教的敗戰品首度就是坦丁堡 而非就是針對伊斯蘭教這樣 然後石之軍東征他主要就是由西歐的封建領主和騎士 對地中海東岸的國家所發動的 然後參加東征的每個集團 其實他們都有自己的目的 例如很多缺少土地的封建主和騎士 他們想以輔助的東方作為掠奪土地和財富的對象 而西歐的城市尤其是義大利的威尼斯、熱納亞、比薩等地的商人 他們企圖從阿拉伯人和敗戰庭人手中 奪取地中海東部的貿易港口和市場 藉此壟斷地中海的貿易 然後石之軍東征他造成的破壞 雖然沉重地打擊了伊斯蘭事件 但是對歐洲來說 他推動歐洲從一個黑暗的古力時代 走向現代的開放世界 然後從經濟上來看 石之軍東征期間 人口較稠密的聚落或位於交通要道的地方 便因為各種需要的逐漸發展 然後為了獲得商業的稅收 林主們多半對商業採取鼓勵的政策 甚至在商販聚集處家族城牆 而形成了城堡安城市 然後另外也有 因為商業活動需求而興起的路線 包含已運送回教世界的商品 回地中海的路線 所以也因而促成了 義大利的威尼斯、熱納亞、納布勒斯和佛羅倫斯等地的興盛 尤其促進了地中海區商業的繁榮 然後結束了敗戰庭人和阿拉伯爾 對該地區的貿易壟斷 然後在這當中就是威尼斯為最大的獲利者 然後因為你可以看到它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是一個 甚至是交通樞紐 因為它臨近雅德里亞海 然後東方的商品都會從這邊過來 然後 然後 四季運東征就是 它也擴大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使義大利北部的城市逐漸取代敗戰庭 就是像是佛羅倫斯它成為歐洲新的文化中心 然後也成為了文藝復興的發源地 然後當時也有引進了中國的造紙術和火藥 然後造紙術它就影響之後的印刷術 就是後面有人會負責報告 然後火藥的部分就是 因為引進了火藥 所以城堡被公會也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所以 十字幕東征也造成了社會結構發生變化 因為十字幕東征它也把從東方引進了 比如說水稻、西瓜、檸檬香料和砂糖的產品 造成封建領主對東方物質的需求 導致貨幣的需求量大增 然後許多農奴就是趁機數和人身具有 所以歐洲社會結構發生重大的變化 也會未來的社會變革奠近的基礎 所以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封建制度的瓦解 歐洲的商業和城市興起之後 使原有封建時代社會組織起的重大變化 為了因應商業活動的需要 義大利最早出現了銀行在威尼斯 然後也引起出現了貨幣的鑄造 然後因為這樣子 一些領主讓農奴可以用現金 折抵利利益和填稅 甚至可以用錢買換自由 然後使得封建制度逐漸解體 而這些自由很多半前往城市謀生 然後加上城市日益擴大這些人 成為了市民階級 也是所謂的富爾喬雅或中產階級 然後中產階級之後也會有同學 就會負責介紹這樣子 然後他們以經營工商業為主 逐漸取代貴族階級 成為歐洲近代文化的主導階級 然後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 它最根本的特點就是個人的自由競爭 它反對階級特權 不以出生門地為貴 所以資本主義興起之後 以個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思想也隨之興起 所以接下來我就要講人文主義的部分 好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 它動搖了中世紀的社會基礎 也確定了個人的價值 因為中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是基礎教統治文化 然後他們是以神為宇宙的中心 他們排斥理性的思維 認為人一生下來就是有罪的 只能透過禁欲修行 然後寄望於死後的來世 可是就是 資本主義興起之後 就是經濟富裕開始之後 人們就開始比較重視現世的生活 然後人文主義最重要的內容就是 肯定人的價值 以人的精神、形象和身體本身 作為關注的中心 然後人文學者也認為 在人類社會居統治地位的不是神 而是法律 然後當時義大利北部同時有 羅馬教宗和神聖羅馬帝國的勢力 各城市為了生存必須靠法律 作為存在的依據 因此他們很重視羅馬法 然後當時的人文主義學者 熱衷收集古代的書籍 像希臘古羅馬的作品 因為他們就是比較講求理性 就像是蘇格拉底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對不對 然後這些書籍 就是因為前面的石雲東征 他們也就是帶回原本 在本地已經消失的這些古希臘典 然後也促成了人文主義 就是可以繼續發展這樣 我的報告到我這裡 下一個 我們是105集36號的論文題 然後我要先講 就是跟前面同學講的 受到十字軍東征的影響 出現許多靠貿易支付的中壇階級 原本在歐洲中古時代的時候 小商人多半經營零售 提供國內的小費 現在對象改變很遠方的商人 促進大商業的興起 義大利商人組織合伙營業公司 在許多地方設置分行 商業活動由生活需求轉變為 追求利潤還有累積財富 資本的運作使義大利商人 從事放款還有銀行的事業 然後在信用金融業的部分 經濟的擴張需要投資 當時的信用金融業有一種服務項目 是把一種硬幣兌換成另一種硬幣 像是把金幣換成銀幣 或把一種貨幣換成一種貨幣 而當時伯羅倫斯使用的伯羅令 變成國際貿易上的通用貨幣 伯羅倫斯的美蒂奇銀行 專精於兌換業 結合毛支業的發展 在歐洲各地建立錢莊銀行 擁有歐洲最大的銀行業 還有國際的金融業 然後在另外的保險業 是另一種的現代金融業 在十五世紀的時候 在意大利發展 像是海上保險等 伯羅倫斯人在公元一千四百年的時候 已經負責為 已經是海上貿易三分之二的保險 在1289年伯羅倫斯人 伯羅倫斯人民主消農務主 美蒂奇家族因為經營工商業支付 然後他家族的大維斯特羅 美蒂奇在1378年的時候 震動成了伯羅倫斯的 出毛宮起義爆發的時候 是當值的正義起手 還有1378年 薩爾維斯特羅 當權為佛羅倫斯市政委員會主席 然後 喬巴尼美蒂奇時 美蒂奇家族重新興盛 他的銀行賺取巨額利潤 他的長子 柯西莫美蒂奇曾代表 美蒂奇銀行接管教皇財政 先講國父柯西莫的部分 在阿爾卡吉家族主政期間 喬巴尼之子柯西莫曾經遭到放肚 正在公元1437年的時候 反國 成為伯羅倫斯的統治者 他受過完整的教育 熟練拉丁文學 他持續美蒂奇家族的銀行業 還把它擴大成一家國際企業 柯西莫獎勵藝術不只是因為他的財富 還因為他的興趣 和對藝術家、建築師、學者、工作的著迷 像馬薩西奧、安傑利科、多納特羅 都是他獎勵過的藝術家 在五輪佐的部分 五輪佐的父親 用皮耶羅熱心於藝術贊助還有收藏 他的母親魯克瑞吉亞 是一個業餘的詩人 五輪佐受過良好的教育 像是阿吉洛普洛斯 和菲西諾的希臘文教育 還有人文學者蘭比諾 教導他欣賞拉丁古典作品和彈丁 因此他延續著美蒂奇家族角力學術 在他主政時期 家族企業受到忽視 他不像柯西諾一樣整身的監督 導致倫尊分支機構不去結束營業 不有個機構廉價賣出 但是他在1473年的時候 和加阿雷佐史 都夾千進的聯盟條約 也會恢復佛洛斯和米蘭的結盟 並且打破了教宗和納波瑞亞共同 對抗佛洛斯的聯盟 在獎勵藝術家的方面 他發掘了並營養米開朗基羅 獎勵雕塑加維洛奇奧 還有波提賽利等 並經常介紹其他的贊助者給藝術家們 而普拉圖學院 是科西莫收集大量的圖書和手稿 收藏在被稱為波拉圖學院的別墅中 烏菲茲美術館則是 原本是喬爾喬瓦薩里 為科西莫遺事所建造的辦公的地方 然後後來美利器家族的成員 把從各地收集來的藝術品集中到烏菲茲 形成了烏菲茲博物館 柏倫斯共和國時期是1494年到1521年 在法國人入侵的時候 皮埃羅逃到威尼斯 柏倫斯建立了新的共和國 成立約3000人的大議會 幕後策劃成立大議會和共和國憲法的是 受羅倫佐贊助的道明慧僧女薩佛羅拉 她攻擊人文主義 呼籲恢復早期的基督教 說服羅倫斯人刷掉許多藝術作品 之後被羅倫斯人吊死 當時的市民群眾能接觸到的新文化媒體 主要就是能公開在街頭上 看到的教堂、官邸等新建築 還有陳列在內外的雕像壁畫 因此 無論是共和國還是主裁 主都注意利用藝術作為爭取群眾 處理良好形象的手段 藝術在軍袍和貴族的獎勵下 反映了更世俗的興趣和見識 他們請藝術家畫肖像 雕刻家裝飾著著家 以奢華成色還有普世來彰顯身份和地位